党员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希望全党能够团结 绝不愿意看到有人违反纪律参选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莫拉克台风重灾区高雄县2号 举行县议会临时会议 检讨救灾工作 多名县议员批评高雄县政府 玩忽职守 县长杨秋星向全体献民道歉 临时会上县议员们不分蓝绿 纷纷批评县政府 玩忽职守 导致全县500多人罹难 这是因为你不战 而造成这样 所以县长 你现在在这里是不是向 全县的县民来说一声道歉 谢谢议员 我这次刚好在国外 那虽然是有赶回来 但是还是已经两天后 台风两天后 所以我愿意向我们县民表示道歉 我非常道歉 另有县议员质疑 贾仙乡小林村在这次灾害中几乎被灭村 县政府到底有没有提前掌握相关的信息 灾害发生后有没有积极的应变 还有县议员说 2008年当局曾经补助高雄县防洪工程款 1500万元新台币 结果却因为县政府的工作疏失 经费被回收 导致防洪工程停工 因此一定要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 据台湾中央市的报道 针对日前有台湾媒体透露 陈水扁已经承认用专机载运大批美元出境 台湾检方3号发布新闻稿称 这种报道不是实施 据报道 特征组主任陈于南强调 特征组没有掌握相关的情况 有办案人员表示 调查局在今年3月23号 就训陈水扁时曾问过此事 但被陈水扁否认 在目前的建案中 也没有陈水扁承认过此事的记载 台湾苹果日报进入透露 陈水扁向检方承认 他2006年搭专机到盼劳等地访问的时候 飞机上载运的皮箱里面 装的就是美元现钞 总共有100多万美元 约4000万元形台币 而不是外传的4000多万美元 报道说 当年参与陈水扁赴帕劳计划的 外事和安全人员向检方证实 当时陈水扁曾指示外事部门 编列一笔机密外交预算 并特别要求换成美元现钞 而专机的机组成员也证实 专机的确运载了一些可疑的皮箱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台湾因为莫拉克台风所造成的水灾发生的 迄今已经超过半个月了 虽然台湾卫生部门在救灾的同时 就已经开始加强灾区的疾病防控 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前在高雄和平东地区 还是出现了集体发烧群聚感染疫情 那么目前台湾灾区到底受到了哪些疫情的威胁 灾区的卫生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大陆方面又可以在哪些方面来帮助台湾防控灾区的疫情呢 我们今天就这些相关的问题呢 通过微信连线 邀请到两位台湾的嘉宾来为您做分析 一位是台湾